对于现在的喧哗来说,状况算不上好,但也不算差,现在他们已久胜6平10负,共计33个积分,位列积分榜第7位,相比去年仅仅第11位的排名可以说是好了很多,只是去年他们拿到了一个足球杯冠军, 摇身一变成为去年最成功的球队之一,不过,今年的喧哗并不想上赛季那么幸运,足鞋杯早早的出局,亚冠虽然没有制造惨案,但也没能走出小组赛,连赛到如今也是不温不火,正亚冠资格一旺,保棄也无忧,小康生活过得不好不坏,相比隔壁上海上港势如破竹的战绩,只能找个豆腐状一下, 要知道上港最近的市场联赛,取得了9剩1平的超神战绩,整整28个积分,而生花用了25场比赛才拿到了33个积分而已,也就是这样的差别, 如今的上港在为自己的队市,第一个中超冠军在努力,而生花只能随波逐流,战绩不好的球队,网友就很难留住人才,其中生花大将瓜林就是一个,根据一枚GDASHA LESTE的报道,瓜林虽然与上海生花还要合同在身,但是他愿意放弃在生花的千万年星,回归蓝黑军团, 在一次征战在一甲的战场上,瓜林想要回归国米绝不是空学来风,在年初接受米兰体育报的专长时,他就直言愿意放弃生花的钢额鲜水回国米,鲜水在我的顺位中是排在最后的因素, 只要我能回到国米,我愿意只拿五分之一的薪水,据媒体报道,去约生花后的瓜林的年薪大约为一千万欧元,只拿五分之一的确是一笔巨大的损失,在报道的最后谁叫萨莱斯特特,只要国米愿意要瓜林,那么无需太多的废话和拐弯抹角,他们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让瓜林回家,毕竟瓜林是真的贵心刺剑